刹线的计算 刹线的计算主要就是刹线细度的计算 刹线细度指标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种指标来衡量这个刹线的细度 刹线细度指标是用单位长度的重量或者单位重量的长度来表示 前者是定长字 具体指标有线密度和纤度或者是定长字 具体指标有公字指数和英字指数 线密度DT 线密度是指1000米刹线在供定回潮率时 重量克数 我们是用特克斯来表示这个单位 一特克斯等于一克每千米 这个公式就是很简单的 1000乘以单位克除以长度米 我们还有用那个通常用分特来表示 一分特等于0.1的特克斯 看我们举例来说明 假设取2000米的刹线在供定回潮率下乘其重量为80克 它的线密度就是80除以2000等于40克 然后再乘以1000就等于40克斯 测定刹线 测定刹线 线密度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铝刹法 就用铝刹机 测铝刹测长机来绕取落干刹线 落干圈 通常每圈 线长一米 使之成为铝刹 然后每个式样取30米 就是30米 用烘香法求得铝刹的平均干重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用铝刹机取30米样以后 然后用烘香烘干起来 它平均干重 并计算其供定回潮率时的平均重量 为什么要用烘香法呢 因为我们不同的时候 刹线的回潮率是不同的 它是我们一个供定回潮率 不同的回潮会导致稍微有点误差 我们看这样带路式质 这个刹线的浅密度 由于铝刹的圈数长度是固定的 供定回潮率也是固定的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式子 TD等于K K是一个常数 K是一个重量 单位是克 我们看一下K这个常数 是怎么得来的 等于1000除以长度 乘以1加 供定回潮率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棉线 棉线纱线铝长100米 纯棉纱线 供定回潮率为8.5 这K为10.85 所以DT等于10.85 GO 我们看一下不同纤维的供定回潮率 供定回潮率不同K值就不同 这个是ent 这个是堵胶线维 堵胶线维 通常来说 镰面线线维的供定回潮率是最高的 敌人线维的供定回潮率 是非常低的 棉底的供定回潮率 聚于棉和敌之间 我们看一下纤度 纤度是指9000米长度的线 在供定回潮率的重量区数 单位是Dine DANIEL计算公式是DANIEL等于先度等于9000乘以GK除以L GK是一个刷线的重量 重量除以L DANIEL我们通常在画线 画线长丝里面会用到还有安伦丝 他都是用DANIEL来表示这个刷线的规格 纤度和纤密度的刷算公式 1DANIEL等于9个特克斯 如果换成分特的话就是1DANIEL等于0.9分特 再举例来说明一下这个刷线是特克斯丹尼尔的换算 60DANIEL就是60除以9 0.96.6特克斯 公制之数 之前讲的是我们看一下 之前讲的是定长制的 现在我们讲一下公制之数 公制之数 这个是定中制的 公制之数是指在公定回潮率是一克刷线的长度的米速 这个叫定中制 这个叫定中制 一克我们定了中的 一克刷线的米度 计算公计算公式为长度除以重量 公制之数 公制之数和线密度的换算公式 其实很简单 就这样 举例来说明一下计算公制之数为30公制的某刷线的线密度和线度 30公制 等于33.33特克斯等于300DANIEL 再来看一下音质之数 刚才说的公制之数一般很少用到 但是我们通常会用到音质之数 音质之数是表示短线内的刷线的 线的那个单位 刷线出席的一个单位 音质之数也有 还有棉纱线 音质之数 金苏毛纱线 音质之数 和出支 出出毛纱线 音质之数 这里我们通常来讲是棉纱线 音质之数 音质之数是指公定回潮率时 中一磅的纱线 它的长度有几个840码 一磅的纱线 它有几个840码 称为几支刷线 中一磅的棉纱 长840码 就称为一音质 中一磅的棉纱 长两个840码 就称为两音质的棉纱 计算公式就是 NE除以L 等于L除以840 等于GK LE就是 刷线的长度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单位 是码 G等刷线在公定回潮率时的重量 这个单位是磅 跟之前的都不一样 之前是米和克 现在都是磅和马 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去刷线一段 长168000 码 音质供定回潮率下 称重5磅 求其音质指数 我们带入 我们带入上面的式子 就可以得到这个是40字 然后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实验室 取棉纱120码 称其重量为45.5个令 一磅等于7000个令 求音质指数 我们看 年刷的供定回潮率是 9.89% 那么根据回潮率的定义 供定回潮率 失重解干重除以干重 这100% 供定回潮率 刷现在供定回潮率实际重量 就是50个令 之前说的那个是45个令 是干重的 但它在供定回潮率的重量是50个令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刷线应该是20英尺的 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如果在实验室 一测试120码刷线的重量的单位 隔令时可以直接代入下课式 音质指数等于1000除以隔令 我们看一下这个必须是120码的重量 单位隔令 好 举一来说明一下 摇取棉杀120码 乘得其重量是31.25个令 然后 看一下 就1000除以31.25 我们再来看一下 音质指数和 和其他 浅密度的换算公式 因子之处和特克斯的换算公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式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式子 是如何得来的 我们之前有看知道 这个特克斯是 线密度 线密度特克斯等于 看一下 这里 集上公式 然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位换算过来 这里的单位是克 这个单位是米 然后我们把单位换算过来 这里的单位就是 棒和马 那 根据上面的式子得得出来 L1 这个就是 马 除以 LGE 棒 等于 一天乘以 然后我们知道 这音质就是 L1 除以 GE L1 除以 GE 这里是 这里是不对了 这里是 有840 然后我们呢 两个式子带进去 就是这样的 840 乘以 L1 嗯 840分之1 乘以 这个 L1 除以GE 等于 590.5 除以 DT 这个CE就得到590.5 你看这里就是得到590.5了啊 下面的也是跟DANIEL的换算公式也是根据这个式子带进去的 对纯棉纱线来讲 对纯棉纱线来讲 WK就是棉纱的公定回潮率 纯棉纱的公定回潮率 纯棉纱的公定回潮率 所以我们得到两个不同的系数 C1和C2 来换算 来换算这个纯棉纱 跟其他细度的换算 纯化钳的纱线和 化钳化钳混仿的纱线 因公 因公至 因至公定回潮率相同 所以 它的CE等于 590.5 和 C2等于 因为 公定回潮率 它这两个WK和WEK都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得到这两个C 一个是590和590.5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通过这一章的学习呢 我们基本上都了解到了 常规刹线的细度 表示方法和换算方法 通常我们用到的就是 音质和单点还有分测 这个希望大家以后 能够 能够 多 多去了解了解这个 音质和 单点的换算公司 这个通常在工作中 我们就会 经常会使用到的 然后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